三重区正义国小六年级的学生巴奈福定 他日前参加了新北市108年度原住民族语文竞赛 获得了阿美族语朗读国小学生A组的第一名 即将代表新北市参加国赛 大家都希望他能够继续夺冠 三重区正义国小重视本土语文教育 并且鼓励学生参加各项竞赛 其中原住民族语文竞赛就传来夹击 学生巴奈福定日前荣获阿美族语朗读冠军 很高兴我们学校六年级的小朋友巴奈福定 他是阿美族的小朋友 这次参加我们新北市的朗读比赛 得到第一名也代表我们新北市参加全国比赛 这位小朋友才去年的时候就有参加这个比赛 但是是优胜 那这一次成绩更好已经代表 我想说这就是小朋友平日练习的结果 也是我们很重视原住民各项的语言 也让我们学校摆开战犯 让每一个小朋友他有自己的舞台 巴奈福定的父母本身就非常重视母语教育 两位哥哥在相关比赛也都有很好的表现 这次在学校老师的协助练习下顺利夺冠 让他信心大增 我会提醒自己说要念大声不要紧张 因为我紧张会越念越小声 有安排集训 就会更加严厉的去练习 这一国小原住民族学生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只要学生有学习的意愿 学校都会尽力帮忙协调师资 安排课程 就是希望各式本土语言可以传承下去 地球方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